從遠方就看得到陣陣濃煙直燦天氣 還有明顯的橘紅色火光 走近一看更嚇人 持續在燃燒 這火勢相當猛烈 伴隨大量火花噴噴 還不時傳出爆炸聲響 不少民眾拿起手機 都記錄到這驚險的一刻 高雄小港區中游大林令油場 27號晚上10點多 發生爆炸意外 消防局接獲報案趕往現場 但因為火勢在燒得太大 又扎派了更多人力 總共驅動26車49名警消救援 現場的火勢已經完全控制 不會扣大炎傷 現場沒有人員受困受傷 除了消防局 環保局也到場警戒監測 發生意外的是 大林令油場的第三重油脫流工廠 正在稅收當中 因為氫氣燃燒 連帶管線殘疑的油氣起火爆炸 幸好火勢在搶消後控制住 附近環境的相關數據 也沒有出現異常 環保局也會持續監測空氣品質 不過其實中油大林場 近一年屢次違規 已經有四次 包含燃燒塔違反操作 設備原件洩漏等等 附近居民實在好擔心 居民長期對於安全有疑慮 大大小小意外心有遺跡 甚至提出要牽廠牽村 高雄市長陳其邁聽到他們的心聲 要等到全面都安全無疑之後才准復工 牽村是我們在進行的 那也因為現在進入選舉期間 那選舉之後就會再立刻 再啟動牽村的一些程序 立即停工還要對中油開罰530萬元 陳其邁也說要牽村 但民眾只希望趕快處理好 否則深在風險當中 怎麼住都不安心 TVBS新聞 局勾沈黃海鮮 高雄財防報告 請支持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 全新YouTube頻道TVBS國際Plus 霍大視野掌握趨勢 邀請您訂閱並且開啟通知小鈴鐺